小故事屋 身体里的小卫士 一二一 一二一 一对白细胞小卫士 迈着整齐的步伐在血管里巡逻 它们仔细地巡查着宝宝的身体 防止病菌和病毒偷偷钻进来 感冒病毒混在喷嚏里漫天飞舞着 偷偷从宝宝的鼻子钻进了身体里 宝宝的身体里暖暖的 感冒病毒最喜欢这样的地方了 它们在宝宝的嗓子里和鼻子里 高兴地翻着跟头 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四个 越来越多 于是宝宝感冒了 它嗓子疼 鼻子堵塞 咳嗽 打喷嚏 还发起烧来 不好 有情况 白细胞发现了情况 宝宝发烧了 好像有病毒进来了 咳嗽 咳嗽 白细胞小卫士的队长拉响了警报 所有的白细胞小卫士提高了警惕 认真寻找病毒 报告 我们在嗓子和鼻子里发现了入侵的感冒病毒 冲啊 快去阻止那些感冒病毒 白细胞小卫士向宝宝的嗓子和鼻子冲去 举起武器 勇敢地和感冒病毒做斗争 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 白细胞小卫士打败了感冒病毒 宝宝 宝宝退烧了 感冒也好了 白细胞小卫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巡逻 在小故事屋 每一天都有新故事 想和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快乐 就请爸爸妈妈帮你订阅吧 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